哈喽大家好 我是公主社的萧薇 经过了半年漫长的等待 我们终于拿到了 从日本远渡征阳过来的 一个非常神奇的 可以说是艺术品 波日音 我们订了一大一小两个 现在我们就拆箱来看一看 这个漂亮的波日音 打开包装那一刻 这个半年等待的时间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这个波日音是日本 一个叫做摘腾铁骑的先生 发明的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乐器 通过这个外观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纯手工的一个乐器 书记公主社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国内钢舌骨的 推广的一个先驱 世界各地的钢舌骨 我们见过非常非常的多 然而这样的一个波日音 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称作 一个钢舌骨类的乐器 和其他的钢舌骨 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它的这个外观 浑然一体 你看不到任何的接缝等等 如果说咱扣来看 像一个陨石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造型 它有大小两款 别管大的还是小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设计 它的正面 划分出来大小不等的这种 可以说是音舌 但是和其他的钢舌骨比 其他的钢舌骨 它都有多余的部分 也就是说非音舌的部分 也有一定的面积 而这个波音 整个一个正面 就没有不能敲到地上 就这种设计 它不可能说 我每个音舌 对应的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音高 是可以演奏各种各样的一个旋律 比如说我拿这个敲个什么歌什么的 这个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个上面演奏的音乐 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随机随性的一种音乐 如果说让我们形容这个音色 长一点这个音色 就有一点像钢舌骨 那么这个短一点的这个音色 就是有那种日式禅意的那种感觉 这个波音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等待 摘棠先生 每年他只在年底的时候开放一次预定 你预定了之后 半年的时间 他才能做好一个 所以说这个制作周期是非常非常的长 从他这个表面各处来看 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手工的痕迹 这个具体我就不来说了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 他的这个设计理念 日本有一种很独特的美学追求 叫做差距 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极简式的 回归自然的一种艺术追求风格 那么这个波音 对这种美学的一个极致的一个体现 首先说它的造型 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造型 那么另外它这个附件 这个垫我们可以看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 一个麻绳编织的材质 还有附赠的骨唇也是 特别是它的包装 可以说就是没有什么包装 就是找了一张纸 怎么着一裹 然后外边是一个气泡袋 我们发现很多这种 日本也好 欧美也好 他们的产品的包装 可以说都是一种特别极简的风格 几乎就是没有包装 那么相比我们中国 可能中国的厂家 能也为迎合大家这种喜好 就把包装做的过于精美 这样一是不是特别环保 对吧 用到很多的一些 不必要的这种东西 最后还是要扔 第二如果过度包装的话 感觉有一些本末倒置 因为我们买的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一个产品 对吧 这个包装再好 您也不会留着一个包装 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它的设计 真是无处不体现着 日式的这种美学的追求 下面来简单的听一下它的声音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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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用波尔音录制了我们专辑中的一首歌 如果大家喜欢波尔音的这种声音 又没有机会接触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喜马拉雅频道 可以听到我们用波尔音演奏的音乐 今天就是我们等了半年的波尔音的一个简单的开箱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吧 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艺术品 今天我们的评测就到这里 更多有艺术的小中野器评测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子社 谢谢大家 再见